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了解神的心意 这是失败的开始 犹大是最大的失败者 卖了耶稣 甚至用亲嘴来做记号 把耶稣交给这些兵丁 或许他也有一点本来就很贪心 所以当兵丁跟他交涉的时候 给他一个好的利益 说给你三十块银子 你把耶稣交给我们 告诉我们他在哪里 你都不必做什么 你只要给他清嘴 我们就知道哪一个 犹大失败 从头他整个观念就不对 整个观念 他不认识耶稣 他也不明白 Messiah来的目的 他常常所关心的是钱 所以甚至那把高游 奉献给耶稣的那妇女 都受他的责备 浪费 这些钱可以拿来去救济人 他所关心的就是钱 犹大德心态不对的时候 就容易跌倒了 心态就是你怎么想 怎么看也可以说是观点 perspective你的看法 看法会影响一个人跌倒 比如说有不少人在婚姻失败了 不是他愿意 但是可能他从起吃就以为说 婚姻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只要我能快乐 那我觉得这个人不使我快乐 不可靠我就不要了 所以这个过程整个是你的观点 失败的开始 最近在美国不是轰动了 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离婚案件吗 就是美国的这个Amazon的老板 他赚了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 什么生意都包括在这个Amazon的 在这个公司里面 因为可能他被优惑看到有更有外表表现得很吸引人的女孩子 可能这个女孩子也是企图存心我们不知道 他就忽然间宣布他要跟他的缘期二十几年的缘期跟他共同劳苦有份的离婚 虽然这妇女突然间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妇女 因为得了几亿几十亿 但是这个妇女是内在的 他的缘期是内在的美 专门写文章写书的 那当这个Amazon老板成功的时候 他受引诱的时候 他的内心没有确定说 我一生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成功不是只有赚钱 成功不是只有享乐 照我的心意成功是在你的你的人格上面 你的家庭成功 你的婚姻成功 你的德行成功 是不是 这个消息实在是使我自己是很难过 我觉得说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已经是年纪也不小了 何必呢 这就是观点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失败的开始 要回溯你信仰的根基 你的观点 你的所有的选择 是根据神的律法 神的主义 神的交代 犹大失败了 第二 我们来看彼得的失败 彼得是充满热情 很有领导能力 也是耶稣很看重 有意栽培他起来的门徒 但是他就是不了解耶稣 就是太冲 根基没有达文 不像约翰 就比较会思考 比较会默想 比较想去了解 他比较冲 所以耶稣是可以看将来的 他说彼得啊 你们当中有人会跌倒 牧者击打的时候 羊就分散了 但是 众人 你们当中会跌倒 但是复活以后 我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你看到耶稣的观点吗 要上十字架之前都已经确信要复活 而且要在加利利见他们 这个叫做据点 耶稣有这么强的据点 我会经过释迦痛苦的事 但是我会复活 这据点 但是呢 彼得就常常靠自己来夸口 就叫做自信 有自信是好的 但是自信 理了 信靠神 就不同了 彼得说 虽然别人会跌倒 我总不会跌倒吧 哇 有点夸口 应该怎么说比较好 心态应该怎么想 主啊 你已经看见我们要来的软弱 我们可能会跌倒 求你保守我们 是不是 求神保守 没有一个人能夸口说 我总不会跌倒 我不会离开主 我不会去犯罪 我不会像别人怎么样 不行 还是要谦卑的 来依靠主 彼得应该会 再回去科西玛尼祷告吧 对不对 再抓住神吧 彼得跌倒 挣扎失败 第一就是对神的认识不够 第二 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属灵的环境之下 跌倒了 照理说 当耶稣被抓了 被审判的整个过程 彼得应该召集这些门徒 对不对 一起祷告 召集门徒一起祷告 敬师祷告 跪下祷告 彼得没有 他就是到那个院子里面去 院子里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看热闹 彼得也加入他们的团 去那里烤火 所以等于是他周围当时 都是不是认识主的人 所以就有一个妇女说 我知道了 你常常跟以拿撒的也是在一起的 一句话而已 一句话 简单的一句话 你也是也是党的了 我知道了 都还没说什么 也没有需要捉他 他就说 哦 不不不 我不认识这个人 里次的否认耶稣 因为他把自己 放在一个不适当的环境 软弱加上软弱 耶稣说 基教以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果然 他三次不认识了以后 基就叫了 我在台湾 去做工的时候 常常会停在一个长老家 那他们有很大的客厅 很有意思 他们有一只雕刻的基放在那里 我很想 这是很对的 早上起来 你在你的客厅 看到那个鸡在那里 那个鸡不是好吃的 不是要吃的 是警惕我们 不要跌倒 基教一先 不要三次不认主 是一个警惕的记号 我希望你自己在神面前 有这一种警惕保守你的记号 每当你看到这个记号 每当你看到这个记号 你去想到说 我要坚定站在信仰里面 站得稳 基教了 彼得不承认 但是呢 到第三次的时候 彼得才想到耶稣的话 基教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跑出去哭了 这一场哭得好吗 哭得好 哭得对 我们今天说需要的可能是这一场的哭 就叫痛悔 就叫懊悔 叫着责备 在最终责备自己 彼得就哭了 耶稣 只有回头看他一眼 耶稣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只有看他一眼 这一个一眼的眼光 是什么眼光啊 我自己在想 那看一眼里面包括什么 耶稣基督彻底的灵敏的爱 彼得我知道 你跌倒了 你不认我了 但是彼得不要忘记 我复活以后还要见你们 不要忘记 我在最后交代你要爱我的羊群 牧养我的羊群 彼得我还是信任你的 当耶稣复活以后 那一幕接纳彼得的那一幕感动你吗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不晓得多少次教主伤心 教主难过 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痛悔 痛苦 痛苦流泪 在神面前 在神里面有灵敏 有赦罪主恩 我在幕会当中也会遇到有人跌倒 或是离开主都会 我都会存着一个爱他的心 想要去跟他一起祷告 一起分享主的爱 有时候我会讲不出话来 我没有话怎么规劝他 我也常常用祷告说 让我们来祷告 我相信你在这种跌倒的时候 心里也很难过 但是主是灵命的主 主要我们悔改认罪 神赦免我们 你还有重新有盼望 我这种场面也经过几次 但是也有让我很伤心的时候 对方不认罪 然后怪罪别人 都是什么人什么人怎么样 我才会跌倒 都是我的妻子 或是我的先生不好 我才会这样 都是我的儿女对我不好 我才会这样 都是教会对我不好 我才会离开教会 所以很多这种 推责任给别人 那这样呢 神的圣灵要做工 就比较难了 因为你的心已经定了 定了是别人的罪 不是我的罪 是别人的过错 不是我 悔改的灵就很难在你心中 求神灵命 我相信我们走天路的人 都有同走天路的旅客 这些弟兄姐妹的爱也都在我们当中 还有牧者 小组长 亲戚朋友的爱都在我们当中 假如有人看到你跌倒了 但愿我们能够存着悔改的心 来到主面前 受难周的默想 不是只有默想主受难的情况 是默想我们在神面前 同走世家道路的过程 是否也伤了主的心 是否也是别人跌倒 来羞辱主的名 挣扎 中的失败 是因为一 不了解神的心意 二 离开火热的信仰的团体 把自己放在一个 使你更软弱的环境 第三 挣扎中的失败 是因为 你看不到 前面 神要给你 重生以后的你 重生以后的你 一个人会跌倒 会软弱 这是很可能的 连我们胡适主的人 也会因为太多困难 压力 会说主啊 我不做了 不要叫我再做传道人 好不好 太辛苦了 也会这样 或说我们现在做宣教 宣教更困难 要到不同的国家 卫性的民主当中 去传福音更困难 很多时候 也有这种时候 挣扎中的失败 就是向神说 不 我不要趁你的意思走 是向妥协来走 是向自我来走 是向唯我中心来走 那个时候 是我们应该是最大的失败 失败中 能够挣扎起来 再一次投靠神 因为 信任我们的主 他还是相信 我们是神所爱的 是他救世的 宝贝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主民 神的眼中 我们是宝贝 神还可以用我们的 还可以将他的圣灵 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得到 那超乎自己的能力 来行使神的主意 在这个世界 亲爱的朋友 我想 挣扎中的失败 发生过几次吗 你会希望 今后的日子 不要再有这种失败 挣扎可能会有 但要在挣扎中得胜 靠着神的力量 圣灵的帮助 弟兄姐妹 爱的呼持 来接受那 挣扎中的得胜 那后果 是神所喜悦 所祝福的 那后果 是喜乐的 是感恩的 说神啊 你灵敏了我 你不计较我过去的失败 你不计较我 这个亡梗的人 向你存着硬心这么久 你还是灵敏我 神啊 我再一次 在挣扎中 要起来 顺服你 信靠你 来依靠你 的得胜 恩神祝福你 圣灵在这个时刻 带领我们 往前看 得胜 是 张着四十架 跨胜 靠着四十架 得胜 因为他已经得胜 接受圣灵 在我们心中的 支持力量 鼓励你去读 罗马八章 下面讲到 我们有耶稣 在宝座上 为我们祷告 为我们辩护 有圣灵的帮助 没有什么 可以抵挡我们 叫我们失败 我们靠着 爱于我们的主 必然 得胜 有余 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回顾 许多历史上的 伟人 他们也走过 挣扎中的痛苦 很多 徘徊的路上 向左 向右呢 退后呢 主啊 求你 照你的本意来 帮助我们 挣扎中 得胜 正像你 得胜一样 没有一样 可以拦阻 神的旨意 可以成全 主啊 帮助我们 灵敏我们 短暂的人生 抛弃这些 只爱我们 拖累我们的罪 使我们 勇敢地认罪 悔改在神面前 求神你 恩典灵敏 在今天 所有的听众 观众面前 使我们 重新得力 来得胜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